在旅行圈子里流行着一句话 西藏是一个可以疗愈情伤的地方 两年前刚刚结束20年婚姻的刘先生 放弃了在广东的事业远走西藏 他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修心的地方 治愈感情的伤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不但没有对过往释然 反而是愈加的纠结了 因为刘先生始终没有在过去的那段婚姻 在婚姻中弄明白一个问题 因为婚离得不明不白 所以在这两年里 再美的山水也不能消除刘先生内心 那个巨大的疑问 以至于在两年后 他来到了金牌调解 仍然竭尽全力寻找一个两年前的答案 他用眼泪表达着自己的委屈 以前我的家庭我无靠谎 他用激动的言辞宣示着自己的无辜 我始终我心里不明白 到底我错在哪个地方做得不对 我老婆他要找我离婚 刘先生想要寻找他离婚的答案 为此他选择来到金牌调解 那么他的前妻黄女士 能否在金牌调解的现场给他一个答案呢 而他又是否能够得到释然呢 敬请期待今天的金牌调解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双方当事人 我们称呼黄女士和刘先生 欢迎二位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来金牌调解 是为了什么事情来的 想要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离分两年了 我们离分前 他一些心结是一直解不开 让你们一些老师帮帮忙 刘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我们两个离分了 也差不多两年了 想来想去 我自己想不明白 到底我自己错在哪里 到底这个问题处在哪里 你是说要找你身上的问题 还是说要找你们 之前那段婚姻的问题 对对对 我要给我自己一个打扑 给我家一个打扑 他说的话就当初离婚的时候 是他提出来的 是吗 对啊 我是无来接受 他就打电话过来 婚姻婚姻已经离京了 他提离婚的时候 您有没有问他 直接面对面的问他 为什么 没有 这个就没有 为什么不问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他都认识不到他的错误 他就觉得他根本就没有错误 我又不是好惨住 我就是实实在在这儿 为家庭做事 所以你不认为你有问题 对啊 这个现实我真的是 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刘先生无法接受现实 因为他认为自己在这段婚姻中 并没有错 是不明不白地被离婚了 既然如此 刘先生为什么在当初分手的时候 没有去弄清楚原因 反而要在两年后来寻找一个答案呢 这两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会让刘先生变得如此的纠结 刘先生告诉我们 原本在离婚后 他没有想太多 只想去寻找一片内心的宁静 选择去西藏 主要的还是要想我自己心静一静 然而刘先生大女儿的一个电话 却打破了他内心的平静 令他坚决要寻找一个离婚的对错 我女儿跟我打了两次 一次也就是说 我每一年的一月二十九过生 她就是说 爸爸生日快乐 当然我心里也非常高兴 我说你们在那边过得怎么样 好不好 她说还可以 但是另外 还有再继续交流下去吗 有没有告诉女儿说 爸爸在这里一个人 爸爸挺想你们的 没有这样问她 我自己心里是非常开心 但是我嘴里没有说 去年也就是说打了两次 就这两个电话再也没有了吗 是啊 到过年都没有打过电话 你有什么想法 因为我走到西藏那边去 我真的是 只有我一个姐姐 平时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把我的女儿带得这么好 为什么连一个电话 都不打给我 问一下我到底过得怎么样 你有打给她过吗 我女儿她过生 我也跟她发了信息 她也没有回答我 但是好的就是我儿子 每个礼拜跟我电话 我儿子跟我打电话 打通过 真的 还有就是她 以前我的家庭很好 对于今后的生活 你敢去想吗 今后的生活我也想过 因为我跟她那个别人是李乐坤 我只能说让时间慢慢去单话 唯一我想不开的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儿子 他们到时候将来结婚了过后 我怎么去面对他们的小孩 为什么不能面对 为什么不能面对 问题责任她肯定是怪到你这个男人做的不好回事是怎么样啊 怕孩子们对你会有误解 认为这个家庭的分离是因为你造成的 是吗 对我自己到今天为止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错在哪个地方 她思考的是她还是没有错 刘先生担心孩子们会误解 离婚都是因她而起 所以她必须弄清答案 对孩子对自己有一个交代 而在黄女士看来 孩子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误解 这个家庭之所以破裂 所有的错都在刘先生这边 孩子们尤其是已经成年的大女儿 之所以刻意地与父亲保持距离 也是因为如此 既然如此 那刘先生为什么会意识不到她的错 为什么两年过去她都想不通呢 事情还得追溯到2013年 那一年刘先生的父亲不幸身患癌症 黄女士尽心尽力地代替远在外地创业的丈夫照顾老人 就在当时丈夫给他提出了一个要求 就是这个要求引发了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2013年 就一个月他在广东就说我哥哥养的十天我没有去乡下去看老人 他说我养的不好 他怪我 儿子是非常的怪我 每次吵架他就会办那个事情 你看你养我爸爸养的不好 如何不好 我说你问你妈不就知道了吗 我还要怎么样 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那边在广东那边是做衣服很忙 回不来我就跟他打电话 我说怎么说 我说我爸爸来生晚期了 反正活一天试一天 你现在要买什么好吃的东西 他都吃不下去了 我说他唯一的也就是说你每个星期天 带我孩子他们上去跟他聊聊心 谈谈天 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办到 你觉得他没做到是吗 是啊 他一次都没有 你知不知道 为什么我哥哥养了十天我没去看 是因为哥哥跟我婆婆他们是隔壁 我呢是住到在镇上 从我镇上到老家要走一个小时 山路 那个公路没有砍 坑坑洼洼这么深 到了他们那山顶的时候 那个摩托车头顶都敲起来了 我每次去我都是扛着小孩走路 我都不敢坐摩托车 那轮到你照顾的那十天 你都怎么做的呢 轮到我照顾的时候 我就去直接把米啊 油啊肉啊 就扛他一大包 直接就到我老家 我婆婆家住十天 他所谓的 我觉得他就是自私的 因为我养的十天 我已经养得很好 即使在哥哥赡养父母的那十天 我没有去 也不代表着我是不尽孝的人 对啊 也不代表着我就是有错的人 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 丈夫仅仅因为 她没有在哥哥照顾公共期间 去看望老人 就完全否认了 她对老人的付出和孝道 这一点让黄女士无法容忍 然而令她更难以接受的是 当公共再次轮到她来照顾的时候 一个无法预料的意外 竟然将他们的夫妻关系 突一向了冰点 就是9月27就该又该我养了 一大早六点钟我就起来 就准备上去了 突然接着她一个电话说 老爸好像要断气了 哇我一听到我眼泪 发一下子就哭了 我就赶紧叫了个摩托车 我说赶紧 等我上去 老头子就死了 这个她也责怪 反正就是说我把老头子没养好 就对于之前你为老人她做的一切 她都否认了 全部都否认了 我那时候每次吵架 就把这个事情掰上台面 我娶到你就倒了八倍之美 就是个垃圾 滴滴倒倒的垃圾 我真的是 你还反而不感激我 没有说老婆你幸福了 反过来说 你没有养好 你没有养好 这件事情会成为你们夫妻俩 生活当中的一个 随时会爆炸的炸弹 对 这就是我离分的原因之中的一个 在你看来 就是在最后的时间 有一个人陪着你爸爸 这是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 是吗 对啊 因为别人我自己 陪着他身边 你知道吗 你是在责怪你自己 懊恼你自己没有尽效 对 还是你把对自己的这种 懊恼与指责 加到他身上去了 星期天带着小孩子去看了他 也没有什么说的了 对不对 老人 那是完成你内心的遗憾 对啊 如果这个陪着老人家 没有达到你的要求或者说你的标准 是不是就像他所说的 那他为老人做的一切 你都否认了呢 心里也就是说我人 谋认了他的 好话留在心里不说 不好听的话去说出来 这是为什么呢 也许就是我性格的问题吧 就是赏透了我的心 你其实能明白他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这么纠结 对吧 我觉得这个事情根本就没必要去纠结 当犯个人 我觉得这个事都不是个事 但是在他心里就是很大的心结 的确 老人的离世乃是无法预料的事情 刘先生不应求全责备 忽略妻子所有的付出 这在黄女士看来 就是前夫对他的否定和不尊重 而前夫刘先生的这种不认可的行为 在他们过去的婚姻生活中 发生了还不止一次 接下来黄女士又提到了一件事 谁都没有想到 当谈起这件事时 刘先生却显得理直气壮 他忍不住要狠狠吐槽一下 自己的这位前妻 2013年 本来我是做香港那边贸易的 因为那边还有货款 我就说我的港澳通信证 我说过期了 我说你帮我搬一下 我说搬好了 我就到香港那边去收钱 你知道他当时怎么说 不搬 不搬我就没办法了 为什么会是这句回复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的 你们俩好好的他跟你说不搬 有一些小事情 但是小事情能够大于家庭利益 果真就没办吗 是啊 最后我就想象到 我有个朋友的女儿 她就是第三天寄出去 寄出去 晚了是吧 对啊 最后是货款是没结到什么 是啊 七万多块钱了 你想吧 也就是这个钱收回来 不是我一个人用 这是家庭利益 她刚刚讲那个事都不是那样的 是2014年的5月1号 我是卖服装的 刚好我说5月1号那天去做生意 我就叫她 我说你去把车开过来 我把衣服放进去 拿到那里我去卖 你就去睡觉 我也不知道她那天琢磨了还怎么的 马上从商发上一蹦就跳起来 就顿脚 然后就跟她吵 吵得很凶那天 5月1号那天吵完架 吵了然后5月3号她就叫我 她说你把我那个签证寄回去 叫隔壁帮忙办一下 然后我心里就辞登了一下 然后有什么要求给她说一下 然后我给她 然后她就马上说 哦那你就不给我寄回去办 按照她刚才讲述是 她叫你帮她办 你跟她说不办 我没有说不办 她叫了我 我没答应她 我也没应她 当时心里还有着气 对 没理她 然后她就寄回去 叫我朋友的女儿给她办的 然后就拖了肯定20天 等到她收到那个签证 她去香港 然后人家就搬家了 好 这就是就跟她老子一样的 怪我 反正这个钱没收到 就是你这个女人 要不然那钱收到了 我说干嘛要拴到我头上 这不是大事来的吗 去收钱呢 公公离世 是妻子没有履行好丈夫的委托 亏掉七万元 又是因为妻子 没有答应帮丈夫办事 但凡妻子没有按照她的意图去做 刘先生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有哪里做得不妥 而是统统将问题归结到黄女士身上 一再地否定她 这让她很是无辜于委屈 然而令她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 在亏掉七万元之后 丈夫竟然不依不饶了 她做出了一个令黄女士至今都无法原谅的举动 就是这个举动给了她们的婚姻最致命的一击 就是2014年那个黄贷还不管了 她说那个钱也没收到 摔手转归 什么都不管了 我到处去借呀 因为我那两三年带小孩没赚钱 这样逼得我没办法 我觉得不离分这个路真的走不下去了 就这样子逼得我离分了 我实在没办法过这个日子了 我心情不好吗 当时我自己就堕落了 我说反正我挣来的钱有什么用 那我不是我天天睡觉了 我自己什么事情我不是干了 就我啥也不管了 是啊 我就看你怎么办 我这样拼命的干有什么意思 当时那个香港那笔钱损失以后 你什么都不管了 那段时间维持了多久 差不多四个月 四个月的期间 你有担心过他们怎么办吗 我肯定是担心 我就想让他尝试一下这个钱 是不是那么容易 为什么过了四个月你就忽然想到 我又要开始负责任 因为我家庭所有的孩子 他没有那个能力 对他的惩罚也够了是不是 对啊 让他也是想到这个钱来之不易 这个苦头也就差不多了 可是显然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 并不是教训 给他带来的是伤害 给你们婚姻带来的最直接的打击 他要这样认为我也把他没办法 如果还有机会 你还会这么做吗 不会 所有的省事都是自己的 今天他告诉你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积累 所以跟你提离婚 你想明白了吗 他这样讲出来我肯定就明白了 你接受得了 我觉得不值得 事情叙述到这里 黄女士已经道出了离婚的答案 然而面对这个答案 刘先生却根本不能接受 就在这时 黄女士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其实这两年 为了孩子 他们一直计划着复婚 也就是因为 刘先生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 所以至今 双方都迈不开复婚的步伐 他有时候遇到一些什么事情 他不管旁人 也不管任何人说 反正他就救了这个礼 反正不放 很容易看到你的不好的点 就是不放 对 到底该如何帮助刘先生 认识到婚姻中的问题 此时 场上的一位观察员 忍不住要发言了 他试图帮助刘先生 理解前妻黄女士 离婚背后的真实想法 夫妻往往把最好的尊重 最好的情感 最好的礼让的态度 给了外人 却把最大的伤害 最不应该存活在一些隔阂 给了自己 所以夫妻两个之间 没能达到一个 甚至还不如对待宾客的态度 而夏夏刘先生 你就是在这一点中特别不好 你因为一个护照的事情 导致我 来不来把钱丢掉了 你很委屈对不对 所以你四个月不去赚钱 我让你看一看 我委屈了 我委屈用一种 比较极端的方式 去发泄我自己 你的妻子呢 她也会有委屈的时候 当你骂她 骂得很狠的时候 她应该怎么处理呢 她不能像你那样说 我不出去赚钱 我不回家带小孩 她只能尝尝 她选择了一种 比较极端的方式 她给你 但即使是离婚 她还是想挽回 对不对 所以她对这段感情 有很强很强的依恋 而这个时候你应该做的 其实是好好想一想 其实受了多少委屈 我也没有体谅过她呢 到底是谁更辛苦 观察员郁晨帆 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希望刘先生 学会体谅和理解前妻 然而 她的良苦用心 并没有得到 刘先生丝毫的回应 反而令她 吐出了这样一句话 我就不明白了 还想不明白 刘先生自认为 她为家庭付出了所有 她不能接受前妻给出的理由 不能接受 嫌妻就这么跟她分开了 眼看着刘先生 在离婚对错中 无法自拔 主持人张婷决定 连线事件的一位当事人 刘先生的大女儿 在前面的讲述中 刘先生的大女儿 似乎和这位父亲 在情感上有很深的隔阂 那么 她到底是如何 看待自己的父亲 又会怎样评价 父母曾经的相处呢 她是否会支持父母复婚呢 喂 你好 小刘你好 因为今天你爸爸和妈妈 他们来讨论就是 可不可以走上复婚这条路 如果就是他们自己 就是觉得好的话 我们是希望当然是更好的 如果要走到复婚这条路的话 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首先他们两个的脾气 我觉得还是要磨合一下 两个人都是很 很强势的 都是不让步的那种 互不让步的是吧 对对对 也是 都是互相指着对方 就是都没有去看待过 自己的问题 都只看到对方的问题 对 你妈妈有讲到 就是说你跟爸爸的关系 包括爸爸自己 也有这种感觉 好像有些是疏远的 不太亲近的 是什么原因 是有一点 因为我爸也觉得我这个人嘛 是不可掉也的那种 就是没有达到我爸爸心里那种要求嘛 这你也不好那你也不好嘛 然后我老爸就说 他就当没有我这个女儿之类之类的 那我心里就也不开心嘛 你既然达不到我的标准 我就干脆就不管你了 然后我爸就不喜欢搭理我的话 我就不愿意 我们去做什么 如果今天他们可以谈复婚这个话题的话 你跟你爸爸的关系 小刘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老爸 到时都不信的那种 就是我心里都知道 只是 就是我受不了他们那样子嘛 受不了他的冷是吗 对 然后有的时候他说话 我听到我受不了 今天不管他们是能复婚还是不能复婚 你跟你爸爸的关系 你有想过比如说怎么样去改变一下 或者调整一下吗 这个我没想过 你愿意改变一下尝试一下吗 愿意我倒是可以 好 只是我不知道你应该怎么去做 好 谢谢你啊小刘 再见 刘先生 无论你们两个人能不能走到复婚这一步 你跟女儿的关系 你有想过去调整一下吗 我想和我爷爷一致在那边做 他比较生活的女儿 你要明白 对不对 他怎样在生活的女儿 透过女儿的这一通电话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信息 刘先生过于较真 总是认理而忽略了妻子和女儿的感受 所以她最终也渐渐地失去了家人的耐心和尊重 那么事到如今该如何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 黄女士和刘先生还有没有复合的可能呢 观察员陈兴东认为 这个家庭最大的问题就是 刘先生缺了一样十分重要的东西 你们这个家缺了一样重要的东西 就是尊重 尊重首先是从刘先生这边开始缺失的 其实在家庭当中 不管是夫妻之间还是家庭成员之间 互相有要求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没有尊重的话 那么这种要求就是一种冰冷的 没有温度的命令 刘先生 你的最大的这个结就在这个地方 觉得男人养家糊口 我拼命赚钱 女人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而且也得听男人的要求 但是你在要求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去尊重一下她 包括你对你的女儿 你有你的观念 你教育的理念 并不代表你的理念是错的 但是为什么你的女儿 不能接受你的理念 然后你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 就是因为你没有俯下身子来 去尊重你 从尊重她的角度再去教育她 我相信你的女儿 她并不会对你这种 有温度的爱或有牌自行 刘先生不是你想不通 是你钻牛角尖 送给你三个赞 太轴了 你希望我在这个家里 是一个权威 我是老爸 我是老公 所以你会告诉你打一个电话 你得去照顾我的父亲 照顾老公公 你得帮我去办个签证 因为我要有权威 对吗 所以就是你抱着劲儿的心态 接下来就出问题 您不能用欣赏赞赏的眼光 去发现身边人的优点 而是用苛责的态度去挑词 于是矛盾升级 第二点是什么 在有一些事情的态度方面 你略显心胸狭战 略显有点自私 为什么 你不是老公吗 你不是丈夫吗 不是父亲吗 为什么在父亲病重 明知道三个月快不行的时候 您不能放弃 哪怕是五百万 一千万的赚钱的机会 您不能回来吗 于是 其实你是内疚的 你是自责的 但是 你把这种内疚自责 全部转嫁给谁 强加于 已经辛苦付出的 妻子 作为你身边的这个女人 她含冤 她委屈 第三点 你喜欢放狠话 就像 你说你的女儿的时候 都能说出 我和你要断绝妇女关系 出了多大的事 得断绝妇女关系呢 你知道这句话 放到你的女儿的心里的时候 那是什么感受吗 你们两个感情互动的频率 是不一样的 刘先生在我看来是 典型的 形而上的 情感思维的人 黄女士就典型的 形而下 形而上是什么意思 都是把要求去指向他人的 除了自己之外 你所提出的所有要求 都在情理之上 而媳妇照老公不应该吗 应该呀 老爸去世之前难过 每天陪人聊聊天 不应该吗 应该呀 情理之中啊 你这个亲儿子 你首先在老爸重病期间 应该尽可能地陪在老爸爸身边 这个也是应该的 为什么你没做呢 你让你自己的妻子 代替你看那一脸 代替得了吗 代替不了 你把所有的怒气 放在他的身上 这不是形而上吗 如果你不放下 这种行为习惯和心理特点 谁跟你在一起生活 都是没有办法生活 因为你对他们 只有超越现实的要求 那么黄女士 我建议你 你不能简单地 就事论事的这种方式 来跟你潜伏交流 这是会有问题的 就他发过来给你的指令 你不要直接简单地就去执行 你稍微思考一下 他的这个指令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有没有困难 我能不能变通 思考了之后再去执行 也许你就不会那么痛苦 他也不会变本加厉 或者是习惯性地 对你发射这种指令 观察员们给双方 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黄女士和刘先生 都听得十分认识 就在这时 调解员胡建云 突然提出 要给他们做一个小测试 我们做一个测试 请你们俩 有一个人 到对方身边 跟他握一下手 当胡建云提出这个要求之后 刘先生想都没想 就主动站了起来 轻轻地握住了黄女士的手 眼看着刘先生 如此快速地完成了任务 胡建云立即将这个测试 进行了一个升级 请一个人来到对方身边 握一下手 时间要超过20秒 握手超过20秒 这对于情侣 亲人 乃至朋友 都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是对于这对已经离异的双方来说 似乎变得十分困难 此时 刚刚还十分主动的刘先生 变得一动不动了 他不停地拨弄着手中的纸 似乎在掩饰着复杂的心情 而就在这时 黄女士 突然提出一个要求 我觉得放弃吧 放弃 这是否意味着 他们很难再跨出复关的第一步呢 而刘先生也会选择放弃吗 其实我个手里没什么 请不吝点赞 感情的 那么调解员胡建云 希望通过这个握手测试 传递什么信息呢 这对离异的男女 能够理解测试的真正用意吗 离异是黄女士 迫不得已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 她的犹豫在于 我就是付了婚 那些事情还摆在那 对 都很渴望靠近对方 很渴望依靠对方 很渴望全家其乐融融 都非常渴望 没有二心 这一点你们非常的好 但是 都感觉被对方逼出了圈子之外 你看 你们俩都可以坐在那儿 完了之后 有一个人站起来 表达一份情感 那如果黄女士 她是拒绝的 你是会很尴尬的 那当黄女士给你握手的时候 你被接纳 这个就是互相的侧应 你比如说 你表达对你女儿的爱 关心 责任 你要给你女儿机会 让她去表达 她的感觉 当你跟你的妻子去表达 你对你父亲的遗憾的时候 你也要让你的妻子 有机会表达她的歉意 每一个人她犯错的时候 总会有人来批评 没问题 但如果这个批评的人 把她的台阶给拿掉的话 这个批评就变成大忌 再有道理 也是别人不欢迎的 没有人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需要一个又占道理 也不给自己面子的人 所以你女儿用了一句话 刀子嘴 豆腐心 你是有一颗豆腐心的 你很希望跟他们走近 靠近 刀子嘴摆在面前 别人怎么伸手 我觉得你们这个家 最缺乏的是台阶 左手给道理 右手给台阶 那别人才好缺手 家从来是讲情的地方 而不是说理的地方 刘先生必须学习情感的表达方式 这样才有机会赢得前妻和儿女的心 那么刘先生能做出改变吗 到底他们最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由观察员廖喜玉带着刘先生进入密室 一落座 廖喜玉认为 有必要帮刘先生解开一个新结 父亲意外离世所带来的那个新结 你一旦解开这个结 原来你是怪他 现在你要告诉自己 原来我的前妻也是不做的 我现在站在他的角度 我会理解他什么什么 理解吗 那个理解是肯定理解 等于说大家都是有学柔柔的人 那理解他什么 面对廖喜玉的追问 刘先生突然沉默了 他尴尬地笑了笑 显然 刘先生仍然没有学会理解前妻的不义 这让廖喜玉感到十分担忧 如果刘先生不能认可前妻的话 那么复婚的希望将变得非常渺茫 见此情况 观察员廖喜玉决定调整调解的突破口 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孩子的身上 你要改变对孩子的这种相处的模式 作为一个父亲 你作为一个父亲 我的孩子不懂事 我怎么从一个正确的方向 慢慢把它引导出来 包容很重要 你看你女儿说的什么事 你就要跟她去论藏论板 前妻说的什么事 你就要跟她论白论黑 这点我希望你能做调整 愿意吗 通过廖喜玉耐心的引导 刘先生在一步步地接受 而在密室的另一边 观察员徐磊决定先了解黄女士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那就是她到底是否愿意复婚 我就想她来到你们这里调解了 只要她能改变 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 黄女士愿意给前夫机会 徐磊认为在复婚的前提下 黄女士不能忽略一个事实 去想一想她的难处 可能很多时候你都被这种赌气啊 吵架啊 已经忘却了自己可能要去思考她的辛苦 为这个家庭的付出 黄女士很认真地听着徐磊的话 她不时地点头回应 这让徐磊充满着信心 她随即给黄女士开出了一副苦口的良药 她是一个什么呢 要面 要尊重 要认可 你顺着毛摸她 什么事都好解决了 你可以温柔一点 简单一点 慢慢地去感化她 去改变她 这个我会注意的 因为我意识到这种问题 要不然我也不会给她分开两年 我还这样拖着 或许是双方都在朝着复婚的方向努力 密室调解 此刻进行得十分顺利 刚从密室走出来 刘先生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黄女士的身边 他到底会对前妻黄女士说什么呢 他接下来的一番话 能够打动前妻的心吗 敬请期待 接下来的调解结果 老婆当时家庭呢 每个家庭都要需要商量 有共同的目标 那也是最好的 遗孤性肯定家庭是搞不好的 你是说她有问题 还是说你有问题 我自己也有问题 事情过去了 也就过去了 是老公 我也会改的 然后我们这个家 为了孩子 我觉得你也为这个家付出很多 你也辛苦了 我以前做的不对的地方 我肯定会改 我挺老师的 只要我们大家都改过自新就好了 这个真的要学一下 都扯到改过自新这样的 你看你说话都有个习惯 还是挺喜欢讲理的 有时候也团出点时间来 多说点情 不要只抓一个理 这个是调整一下 那刘先生就讲句情话结束吧 老公 我也爱你 老公 我也爱你 老公 我也爱你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同位老师 今天谢谢你们老师 谢谢主持人 你们为了我们这个家 真的是太幸福了 头碎了心 为什么刚刚一上床 我很感动 我觉得之前 只能在电视里看到这种 我都不敢相信 今天自己能来到这个现场 没想到我们是活的是吧 真的 希望你们活得有生有色 好 谢谢你们 我都知道 与其去洗澡 不露 很长 调解在欢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黄女士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们来到节目这里 经过调解 我们两个人回去 如果有时间 尽早的把分给扶了 结婚二十年 其实两人早已像亲人一般 情感和儿女 是他们永远的牵绊 看着前妻的积极表态 刘先生用一个动作回应了他 虽然略显羞涩 但这一刻 刘先生开始懂得 多用情感的表达 也懂得了自我反思 老婆 因为以前的大家的错 都有过一过的离场 大家也要把这个心结打开 希望我们后面好好地过 这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我们想告诉他 夫妻俩既然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就该无所谓对错 更不应去争一个高下 要学会互相理解与包容 这样才能给孩子 创造一个充满着爱的家 因为家从来都是一个 讲情重于讲理的地方 也温没有 这一点 我们跟大家继续 去这一点 这里 我们是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